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平常在社会上做事情 有时候会想到我们自己个人的私利 就有可能把公家的事情朝向 符合自己私利的方向去做 所以我们就有可能 我们想的跟我们说的就不是一回事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蔡根坛的这个主题 做事的合一态度与能力的适合展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 都希望自己的才华被人家发掘 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个分析 什么样的人面前我们应该展现才华 什么样的人面前我们不应该展现才华 什么样的场合是我们展现才华的场合 什么样的场合不是我们展现才华的场合 蔡根坛有两句话分别处理了这两种问题 君子之心事天清日白 不可使人不知 君子之才华欲运诸藏 不可使人易知 心事是什么呢 这是你心里想的 蔡根坛说 君子之心事天清日白 那说明我们不可以有心事 不可以有不可告人的心事 尤其是什么 处理公家的事情 人可不可以有私人的心事呢 当然可以啊 小男生喜欢哪个小女生 这是他的心事 他不是不可以说出来 说出来也没有违反道德 只是他会害羞 他怕受伤害 他不敢说出来 蔡根坛讲的心事 不是这种私人感情的心事 讲的是 你在职场上 有正式的职务 角色 处理公家的事情 该怎么做 就是人物质里面讲的事 事情应该有的专业的道理 这些事情呢 就不可以有心事 所以说天清日白 不可使人 不知 也就是 你对这一件公式的理解 从专业的角度 应该是什么 你是怎么想的 那你就把它说出来 你就是这样子做的 你做的 你想的 跟你说的是一套 不知就是 你做的 你想的是另外一套 你说的是符合大众的利益 所以你说的头头是道 但你想的跟做的 不是一回事 那你就有心事了 公事的私心 就是这里讲的心事 不是我们个人的事 担心爸爸妈妈身体不健康 担心自己长得不够帅 担心自己的兄弟姐妹 有什么麻烦的事情 谈的都不是这种心事 这种私人的心事 每个人都有 处理这种个人私人的心事 那是另外一套智慧 那跟蔡根坦讲的 职场上实战演练的作战心法 那是不一样的层次 好 在这个方面 那就是什么 光明正大 坦坦荡荡 这才是君子的格局 如果你做公家的事 都有私心 并且不轻易对别人透露 那你就不符合这句话讲的道理 第二句话 君子之才华 玉蕴珠藏 不可使人益之 玉 美玉 珠 珍珠 这些都是珍贵的东西 我们肯定是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不会随随便便摆在桌上 我们一定是把它收好 藏好 放好 如果不明白的人 看到这句话表面的意思 你一定会很疑惑 我从小励志 努力 学习 读书 自我培养 具备了能力 就是要为社会服务的 如果人家不知道我的能力 那我哪来的机会为社会服务呢 所以我说 年轻人读菜根坛的时候 常常都会有疑惑 我在台湾大学讲通试课程的时候 讲到了这一句 学生就举手发问 老师 那我们毕业以后 记履历表 难道不应该把我会的东西都写出来吗 那人家不知道我有什么能力 那怎么会给我工作呢 所以我说 年轻人不容易了解 菜根坛是在讲什么 他讲的东西很辩证 不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情况 年轻人 投履历 找工作 当然要把你会的都写下来 让 决定你命运的人 比你地位高的人 清清楚楚地看到你的能力 然后给你工作 然后你开始在职场上工作 借用你的专业 展现你的能力 把单位交代给你的事情做好 然后你也获得了成就感 你也获得了自信心 甚至 你有一点点骄傲自满 于是乎 你就有可能 在非工作的场合 非正式的场合 在一群社会地位 还不如你的人的面前 去炫耀你的工作能力 这个时候 就是这句话 要讲的时刻了 君子之才华 欲韵诸藏 不可使人一知 能力不如你的人 自然不知道你有多厉害 你再怎么努力 让他知道你有多厉害 你获得的 只是虚荣 他们也不会给你 更重要的工作做 他们会对你羡慕 甚至嫉妒 于是乎 你只是在人家的面前 表演 炫耀自己 满足你的 好胜心 但你这样的举动 如果让你的长官看到 他就会觉得 你这个人很浅薄 我给你的工作 你当然是做好了 可是我对你 还有更高的期许 你在这一些事情上 表现很好 你就炫耀 你就兴奋 你就志得意满 说明 你的格局 已经到顶了 你很满意于 现在的状态 因为你已经 骄傲起来了 所以能力比你强 地位比你高 的人 看到你在非正式的场合 如此地自我 夸奖 他会对你摇头的 觉得你已经满了 溢出来了 不会再成长 实际上 比你地位高的人 能力比你强的人 权力比你大的人 你根本就不需要表演 根本就不需要 刻意地宣传 人家看你的做事 就知道你有几斤几两 就已经完全了解你了 所以 君子之才华 欲应诸常 不可使人一知 不是说你不要发挥 你的才华 展现你的能力 而是场合的问题 长官叫你讲话 在许许多多 其他部门的长官的面前 叫你报告 你要做的事情 那你当然侃侃而谈 条理分明 论语里面孔子讲 刚义木论尽人 孔子喜欢木论的人 但你不要搞错了 孔子在朝堂上 正式的场合上 讲话 那是头头是道 清清楚楚 条理分明 这是你要展现 你的才华的场合 但是这场报告完了以后 休息时间 你的长官跟其他单位的长官在聊天 你千万不要插嘴 跑过来跟你的长官 抢话讲 讲说你刚才的报告 还有哪个更精彩的地方漏掉没说 人家长官在谈重要的事情 你这个时候就安安静静坐在旁边就好了 没你的事就不要插嘴 刚义木论尽人 就是这个时候 应该要表现出来的 如果你这时候跑来插嘴 就是论语的另外一句话 言未及之而言未之造 没有要你讲话 你偏偏忍不住 好表现 插嘴讲话 就是蔡根坛这句话所讲的 欲韵诸藏不可使人异之 该你表现的场合 你已经表现 大家都很明白 现在不该你表现的场合 欲韵诸藏不可使人异之 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 长官在讲话的时候 无论如何 不要插嘴 但是你要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 随时观察你自己的主管 任何时刻 他头朝向你这边 看着你的时候 可能就是有任务要交代你 结果这个时候 你正在跟其他的 单位的 其他的同仁 在那边大放厥诀 自我炫耀 讲得人家哈哈大笑 讲话的声音还超越了你的长官跟别的单位的长官 轻声细语地谈重要的事情的声量 使得长官聊天 还是被你们干扰 非正式场合 不需要你表现的时候 欲韵诸藏 不可使人异之 正式场合 需要你表现的时候 条理分明 侃侃而谈 不卑不恳 所以要你隐藏你的才华 从来不是要你隐藏你的才华 是那个场合 场合掌握对了 你就是受到长官 信赖 倚重 会不断提拔的人 总之 你有能力 工作的时间 正式的场合 埋头苦干 比你厉害的人 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不需要去刻意表达 不如你的人 你根本就没有必要 在他们面前炫耀 甚至你要更加的谦虚 更加的低调 不要使不如你的人 嫉妒你 这就是这两句话的真谛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